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我们围棋TV为大家带来的大赛直播 我是孟太林 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 请到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一个呢是我的小伙伴 世界冠军周瑞扬久的 另一个呢是中国当今女子围棋的第一人李赫五段 嗯那好了 那么下面我就将时间交给两位 我就跟大家再见了 好我去踢球肉 大家再见 亲密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在围棋TV跟大家见面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是 中国围棋名人战挑战者决定赛第一局 陈阳夜直白对阵陀佳琪的对局 嗯这次这次也是我第二次来到围棋TV讲解 也很高兴能跟李赫一起搭档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 嗯好 这盘棋是陀佳琪的黑棋 这个中国流布局最近好像非常流行 嗯对 现在白棋挂了点角是十分流行的下法 嗯对 嗯瑞扬你对此下法有什么看法吗 这个下法嗯当然是之后的变化也非常多 最近下的人也很多 嗯 总体来说感觉上应该大体是双方可以接受 虽然说我不怎么下不知道你下的多么这个布局 嗯因为嗯都看高手高手们经常下 然后我也赶个时髦就是学习一下白棋的下法 我下过嗯一些白棋 看来你黑棋也不喜欢下中国流 这里黑棋选择了简单的粘上 这时候黑的也有爬的变化 嗯大概具体的变化可能跟沾上比应该两个各有各的好处吧 嗯 嗯 下到这样应该是最近的棋谱应该是很常见成这样 对非常常见 对这时候要是黑棋现在有两种下法实际上 第一种就是实战的粘上 第二种 黑棋我虎约你见过吗 见过 嗯 那你觉得这两个要是你你会下哪 嗯我要是黑棋的话 我还是喜欢粘上吧 看起来 为什么呢 粘上看起来厚实一些 这个这个脚里以后 半一个是打结火 半一个是打结火 啊 虎一个的话 其实啊 对对对 其实你说的很对 粘上好像吓的人更多 但是虎一个其实是对白棋上面的威胁更大 嗯 黑棋可能他的意图就让白棋这个猴变成一个没有办法下棋的地方吧 以后这样办的话 想让白棋成为静死我觉得 嗯 当然这时候好像我记得黑棋脱线的下法 我好像也有节目 嗯 那可能这是西白 前两天好像陈瑶夜直白 彭丽瑶 对好像白棋就是拆的高位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实战他不是很满意 这次改到第一位 嗯 当然这样应该也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吧 这时候我们要去走这 这时候黑棋选择了尖 这个尖 当然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下法 嗯 尖一个和跳一个 嗯 这两步棋 嗯 你怎么看这里 当然我觉得好像 大部分棋手好像选择跳的更多一些 对因为要是我的话 我看到这步棋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跳 对跳一个肯定不能说他有什么问题 跳一个大概白棋也是拆 上面或者下面应该都可以吧 嗯 同样是这两个子 大概黑棋这个就是以后张起来的时候 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嗯 就是黑棋在自己走的时候要比跳一个要积极一些 对但是这个以后是有一些问题的吧 大概白棋以后有可能可以点黑的好像只有胆吧 啊 然后白棋不管是尖冲了或者这一代出来黑棋应该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嗯 那我觉得嗯 陀佬他的棋风比较积极 对对对对 建一个可能也是他的棋风使然 他肯定是希望你进来的 然后他对你展开猛攻 嗯 因为上次我来这儿讲的也是陀佬的 哦 我已经对他的棋风做了一些解释 哦 确实是非常的 怎么说 非常的积极吧 嗯 接下来这个挂脚也是可以看出来 哦 提现了拖老积极的棋风 因为正常来说黑棋从这边挂 对这样挂白棋会跳一个 这样白棋就算补一个吧 黑棋这样是不是也是很正常的进行 这样当然也不能说黑棋下来有什么问题 这样我想白棋首先这种两个打入也是有可能下 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进来 我觉得好像是非常有利的一步棋吧 可以说就算是这样兼冲 嗯 因为黑棋右边很厚了 白棋如果把右边打散之后 感觉上白棋的速度非常快 嗯 可能这不是黑棋所希望的 如果是下上这个布局 我觉得黑棋这个子放在单关的位置 可能要比肩好 嗯 这样白棋的下一手选点是不是有点迷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棋这么下 我觉得也许是一盘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嗯 但是如果肩在这里的话 可能这个意图 从开局的想法可能就不太连观 有一些不连观 对 这样就比白棋留下了明显的好点 下一手 黑棋显然是希望实战中从这边 通过攻击白棋上面 然后不管怎么样 以后可能顺势把这块让白棋进不来吧 嗯 这样效率更高一些 对对 其实白棋当时现在也有尖顶的下方 但是尖顶的话可能就是黑棋的参考图吧 这样黑棋可能从这边过来 就白棋就比较难受 这样是不是白棋在这个地方行棋 黑棋这样沾这里的后卫就得以发挥 对 对而且可能还不是这么轻易就能出的来 如果说最后被迫只能从底下打了虎做活 右上角就变成镜死了 嗯 这肯定是没有办法忍受 嗯 所以 所以白棋小飞是比较冷静的一部棋吧 嗯 这里现在黑棋选择了拆一 嗯 我有见到黑棋有这一部的下方 啊 是吗 嗯 这一部白棋如果说贴 这是怎么样的 这个下方看起来也不想符合李鹤的风格 这都被你发现了 大家都知道李鹤也是栗战型棋手 跟陀佬有些从某个角度看有很相似的地方 嗯 可能是我跟陀佬都出自同一位启蒙老师李玉军老师 可能我们也都是来自大庆的棋手 也许风格上有一些相似之处吧 不知道 嗯 是是是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们两个的实力都非常强 也是很多选手都很惧怕的对手 哦 这样白棋 除了扳就是拐了吧 如果扳的话你应该会挡下来吧 嗯 对 这可能是你的比较理想的一个图 嗯 这个肩冲了扳 那如果我拐呢 你尝吗 尝 好像是不是 这个图好像是我见过的 但是好像黑棋这个子在这里啊 哦 你还有印象吗 有一些印象 对于这个图 好像陈耀燕 我觉得对此应该非常的有研究 好像我记得他在春兰杯决赛跟李适时的棋 好像就是这样下 就是这样下 对对对 但是这个子黑棋当时是虎在这里 所以说要这样战斗 嗯 现在粘在这里会不会要差一些 嗯 你觉得呢 粘在这如果被白棋出头的话 这个子可能就位置差一些 对 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它不好 也是一种下法吧 实战这个拆一你见过吗 拆一在前不久 呃 吴光亚和 孟柏河杯 吴光亚和胡跃峰的对举中有见过 那盘棋 白棋就简单的跳了一个 跳也黑的当然要飞进去 白棋 潘棋黑棋是 是跳 就是跳这个吧 对然后白棋跳 当然这样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下法 嗯 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吧 嗯 大概这样比较漫长 嗯 但是我觉得陈耀岳的风格肯定不会放过这个脚 哦 陈耀岳实战选择了 对而且我想这时候想问你 如果说黑棋现在飞一个 你觉得白棋会下什么 我认为白棋会下靠 白棋靠 那我如果搬 白棋断 看来你的应对十分犀利 对这样的话是黑棋所担心的吧 可能 因为白棋 如果黑棋飞白棋尖角的话 那黑棋就肯定不用想了 肯定会往里飞 嗯 这个很厉害 如果我吃的话就被你封住 嗯 当然可能是有这样的担心 但我从其他的角度看 我总觉得黑棋的这个拆衣啊 这个形状并不是很让人满意 尤其是被肩顶的时候 嗯 你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肩顶如果黑棋无法长的话 这个形状 感觉上这边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收益 确实在局部是有点亏的 对 因为黑棋现在肯定不能长 这个是拆 力二拆一 肯定不能忍受 对 但是如果不长以后 如果万一被白棋虎握完的时候 这个棋 黑棋就很痛苦 嗯 所以黑棋这个下法好像还是比较冒险啊 但是拖牢当然是要进攻 贯彻前面的死路 嗯 这地方白棋就 嗯 斑了 对 这个压过来也非常的凶狠 当然这时候应该是不能沾的 如果被白棋这地方轻易出头 黑棋应该就失败了 嗯 对 白棋斑 黑棋断了 这地方展开了一场激战 嗯 这个时候我当时因为这盘棋是上午就开始下 我在家里看到现在的时候 我感觉 看了半天我也看不清 嗯 他们因为是对局者吧 肯定想的会比我多很多 嗯 但是我粗粗的看了一眼 也没有想好白棋 现在应该怎么下 嗯 我上午也在摆这盘棋 我们是几名女队员一起在研究这这里的变化 嗯 我们也是摆了半天 感觉这里变化很复杂 一开始我们以为黑棋虎 白棋虎了打掉 我们看的比较简单 以为这个图 这样黑棋不行 对以为 最开始我们以为白棋这样就可以把两个子吃掉了 黑棋这样可以出来啊 对后来发现黑棋一挖就出来了 可能先拐一下更好吧 先拐掉 白棋好像坏了 对白棋不行 然后我们后来又想了半天 然后看到白棋是可以打 打这个 对对 但是你说的刚才虎一个 有点俗手的感觉吗 对 也许吧 但是如果虎黑棋挡住的话 按后来的下巴看好像不亏啊 也有可能这以后就再也走不到 当然这个图好像我是见过的 就是实战中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这样下过 实战里白棋以为黑棋顶择很高兴 但被黑棋拐了一挖的时候 发现坏了 不能拐 不能拐 不能先拐 挖完了再单冲一个 先拐的话被摘走 然后我们得再摆一下 这个是我这个简单的食物 如果说是在对局中 发现过这样一个错误 可能这个棋就已经输掉了 我觉得我们 我是这里很容易产生错觉的 因为我刚才以为黑棋可以先冲掉一下 但实际上 黑棋现在挖 看上去黑棋跑出来了 但是我吃当然不行 黑棋可以冲回来 但是白棋现在粘后边的话 黑棋就死掉了 先冲一下 撞了一起 对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黑棋现在可以挖持 这地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当然黑棋先挖再冲的话 可能还是白棋不太行 这里的变化看来非常复杂 这个棋如果说 不是有充分的计算能力 很强的计算能力 可能是不敢这么下 至少 我可能都不一定敢这么下 但是陈耀燕 我觉得对此应该是有一些研究的 他实战中断这个 单断 也是感觉的一步 第一个原因就是想把这个棋断掉 黑棋长 对这个只有长 应该 这时候白棋长 对这是先手防止黑棋争掉 这应该一系列都是陈耀燕的想法吧 这里白棋打一路 这部棋有阴谋 黑棋如果粘的话 对这样白棋可以打 这样局部黑棋是跑不掉 比较简明就这两个字就死了 但是我当时也不是没有想过这样 我觉得黑棋也许摘上也未必不能下 如果因为这样黑棋可以打吃 这下不知道白棋要不要长掉 这个大概搞不清 不知道便不便宜 先看这样吧 如果长掉 这样当然白棋是黑棋是死 但是 不觉得这样黑棋好像也还可以吗 好像也能下 首先右上角已经这一般巨大 白棋已经净死了 另外白棋虽然吃肉两个好像还是没有活 另外这由于提掉一路 我上面白棋已经没有眼了 黑棋以后还有坚固的可能 这样我觉得黑棋不是挺好的吗 你觉得呢 被你这么一说 我也感觉黑棋还可以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想的比较简单 就觉得粘一个被吃完一病已经死了 然后就没有再 因为这个棋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白棋 既然他敢打吃一路 他肯定是已经算到打 有一步打吃的时候就能吃掉黑棋 才这么下 但是打一个首先 这步棋损失的非常惨重 本来黑棋又上角一路斑 白棋又一路猴的先手是打结果 对 但打掉一下已经变成劲死了 这下首先不说损了多少 另外吃的仔细一看起来 黑的因为当时是这样 看起来黑棋还有三口气 因为还是有很多借用的空间吧 要是我 我觉得我也很会选择战胜 我觉得刚才那样 黑棋并没有什么不满 如果能把黑白棋先手逼到里边做活 黑棋吃脚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那刚才白棋如果 对 如果我贴过 假如跳过来呢 跳过来力量很大 跳过来当然它是很厉害 这样黑棋会考虑这一代 想办法就地做活吧 我觉得 总之我觉得只要黑棋活棋 应该不成为你 毕竟还有尖 如果黑棋活了 白棋这块 真的就说活就是活的吗 你觉得这块 如果说下面已经没有任何借用 这块棋真的能活吗 活起来会比较 就算你搬了长 这种大概是 这样我先手点一下 看不出有很明显的生路 如果说你这种 也许可以活 但是这个很痛苦 对 我觉得黑的很有可能应该这么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 我没看到了 但是好像简单的看白棋 只有这样才能吃掉黑的吧 你看因为蒸子全部不利 应该没有什么别的下方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气两子 然后脚上先得淡手棋 我觉得这个思路是 因为这个打吃 从感觉上就是命令型的 必须要沾上 因为这个提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提的价值 如果我觉得不是外边 有非常特殊的情况 是肯定应该沾上的 所以我对于黑棋的 首先对于黑棋这个下方 我就要提出一些怀疑 黑棋实在是这样 这样我当时觉得黑棋 即使是能把上面吃掉 价值都不一定比这个大 然后我觉得白棋 接下来这一步棋 又很有意思 是没有想到 当时我们在很多人 在训练室摆这段棋的时候 就是让我们猜下一首 白棋走在哪 我们很多人一起猜 都没有猜到这步棋 我是完全没有这里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很独特 我的第一感是提掉 对提掉应该是 肯定不能说它是坏棋 当然这步棋是最后肯定是会要下到这的 但是提掉上面 他是担心什么呢 暂时黑棋应该也拿不下白棋这几个字吧 大概是不是也就跳一下吧 如果靠白棋搬好像是没棋的 对 大概好像只有跳 白棋可以钉 可以钉 这样黑棋可能会飞出来吧 因为我也是在家里粗粗的看了一下 这样的话白棋就要担心 以后黑棋盯完之后 这一搬就上脚还是死棋 白棋肯定是觉得这样不是很满意 这是他的担心之处 对黑棋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然后我还有猜到假如他是怕这个跳 我们还有想过这部棋 这部棋但是我冲呢 那这样黑棋就活力很明显了 我把这个粘回来 而且这个棋我冲怎么办 形状不太对 这个冲怎么办 只能退了 那再粘上的肯定是 因为他说猜这首棋 然后就想了半天 因为如果说通过刚才的分析 如果刚才直接提掉 被黑棋跳一下 不是很满意 还没有胡 白棋肯定是想在这里先怎么包扎一下 再提回去 这个胡的意思就很好分析 实战白棋是胡 实战白棋 因为白棋感觉上就是要单斑 因为这个斑也是形状的要点 不然如果说这时候黑棋挖 如果说白棋就会选择打吃 这样当然是白棋最满意的一个图 这样白棋就完成了当初的目标 白棋既防住了黑棋跳 然后又渡过 但其实即使这样 黑棋好像仍然有钝的 所以说这个虎还是必要的意思 对 所以说这个虎 不管说好像就算是下成什么样 虎也是必须要交换的 而且斑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黑棋这一吼 这一下坏了 白棋已经无发量了 因为这个比起的补只有双 这样黑棋可能上面还能打一下 打完再挖回去 那白棋就落了个后手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虎是很必要的一手 然后黑棋只有硬 黑棋接待紧这口气也没有太大的用 白棋还是可以扳 但下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局部 后来应该是双方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还有这个时候 黑棋这下是否应该再吃 这是一个很难的地方 白棋只有跑 对 甚至于我这还可以再吃 如果说是这样会怎么样呢 黑棋为什么补这么下 这样白棋 白棋显然这下肯定是要吃 对 这样吃我就沾一下 现在白棋是要补哪个呢 这上面这个好像沾上你觉得忍得了吗 我觉得白棋是不是 在卡吃 对 先吃 卡吃我就给你了 吃两下 对 这样 但是现在你应该只有提 这一段吃就崩溃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棋似乎也是一种下巴 这样把白棋这个打中 然后虽然说白棋的形状更为饱满 但是黑棋好像也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黑棋看起来也还不错 但他应该是有一些担心吧 我觉得担心可能是这边拐还有一些味道 毕竟黑棋这个地方 可能是这边靠 如果说这里没有棋 我觉得这两个黑棋显然比实战好 可能拖老当时也有他自己担心的地方吧 反正这样 我是可以推荐 只要打一下好像可以推荐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打一下 他是不是不想这里被打一下 他的主要意思就是不想这边打 因为如果这一下都不打 白棋好像这个是不成立的 对 他是想跑出这个吧 对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简单摆一下 白棋提 对这样长的话 白棋就没有办法 这AB建核白棋死掉了 对 他这个意图虽然很简单 虽然说他这是偏因为一些木树 但是这里少打了一下 到底哪个好 我们现在也说不清 而且白棋现在还可以再贴一下 这个贴很要紧 一下不要争死 黑棋当然只有补气 下到这儿的时候 你觉得形势怎么样 我感觉上白棋底下肚回去了 然后外面也跑出来了 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 感觉上白棋还是可以满意 因为黑棋 对虽然说黑棋吃掉了 争死三个字 又提了两个字 但是黑棋本来就很厚 感觉黑棋吃的有点干 感觉白棋还是转身的比较成功 其实这盘棋 我个人内心里还是更希望白棋能够获胜 因为吧 我这盘棋在早上看棋的时候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度过 我觉得白棋行事比较好 然后我在网上就压分 然后我基本上就把所有的银子都压陈姚燕 我是没有在网上压分 不过我内心里还是比较支持拖劳 因为那个毕竟是我从小一起学棋的师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压分也是一个乐趣吧 就是当时我感觉白棋更容易掌握一些 把这盘棋到下到这个时候 但是要说这盘棋的胜负当然还很早 只是我觉得现在白棋下的比较成功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黑棋没有粘这个 黑棋如果把这个粘上 我可能也许就要压黑棋了 我们来继续 黑棋现在跳出当然的一手 白棋也跳 现在 黑棋由于这样白棋出头之后 黑棋左上角反而不活 你看 这样 黑棋被迫的得在左上角走起 这样白棋应该就下得非常舒服 左上角本来白棋还没有完全的成为时空 由于黑棋这几步就基本上走的比较实在 接下来白棋胡 这个胡也非常舒服 而且是一个先手 如果黑棋胆感不应 这一击就结束 也不能说 虽然不能说结束 但是两个子被割掉 基本上也就可以结束 所以说黑棋非常难受 就是前面说到被白棋后来唬过来很难受 实战黑棋拖 向寻求先手借用 拖了几局部应该是好手吧 因为白棋这地方不管怎么硬 黑棋都不用 已经防住这个几 如果说你正常的粘底下 如果再几的时候黑棋可以打日 这样黑棋就满意 如果说粘上面 黑棋粘就成为先手 但是陈妖夜显然这棋不会再硬了 因为黑棋这个棋本身是一个后手 这时候白棋的断打又是很机敏 这个时候又很有意思 这时候要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 我个人来说我是不会选择提回去 被白棋打一下 这个从心情来说应该是不会提 这个粘应该还是不能说有什么 但是这一步 这一步你会怎么下 这里我也是很不能 要是我下的话我应该会选择长 要是我下我觉得我可能也会成吧 我觉得这里有点不太理解 它是粘 长一个因为实战中如果说不长就只有打这个 但是打一个实战中 北白棋这先手打两下太舒服了 我觉得这个不能忍受 这个长出来绝对是第一杆的下方 这不知道是他觉得不好 还是他考虑的太多 我要是我现在至少还没有看出来 这个会差有差到哪去吧 因为这样白棋大概他担心的 我分析一下大概只有打这个 如果白棋摘上黑棋就再吃回 不可能 不可能亏 对 白棋打吃黑棋如果现在硬 他担心的显示就是这个图 这样被压住 这样被压住 可能白棋花了一首棋 有可能会更厚一些 这是黑棋不愿意的 而且这下被打到 这样显然黑棋不太满 但是黑棋现在完全可以选择 把这个冲过来 对 冲过来 或者贴一个吧 贴一个也可以 贴跟冲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 白棋大概只有提 因为冲完合体下部 也许也可能会怪 那贴完这个冲和搬在外面 哪个好一点 都可以吧 搬在外面当然更积极 但是搬在外面 你有没有害怕被粘出来 以后有可能被粘出来 如果我现在就往外粘 可能会被你杀掉 但是我这边有可能会有很多借用 其实我觉得冲掉就挺好的 这样白棋虽然说也提有两个 但是黑棋这个已经活干净了 而且这提两个 如果说以后黑棋从这一带过来 白棋是不是还在团这只眼 那太痛苦了 最关键是团完这只眼 这只眼还没做好 有可能黑棋外边还能有很多新手 这个好像非常严厉 如果说白棋再补一手 比如说再从这一带跳出来 这样黑棋难道不比实战强吗 黑棋又挣到一个先手 可以下左边 比如说挂一下 把这边拐得下来 我觉得好像黑棋 还是应该这么下 对这里我也有点没有 因为吃掉三个子 本身也没比这边小太多 而且最关键的是黑棋 本来左上角是块儿鼓起 现在把三个子吃掉以后就很厚 我觉得黑棋还是应该这么下 出这种下发 我实在是看不出他担心在哪 先被白棋打回去 总觉得心情上是不可 而且这个被打回去之后 上面本来又彻底清了 以后就没有任何担心的地方 这样白棋先手飞 白棋飞 白棋靠 对下到这样的时候 好像我感觉这时候 大概是中午封盘吧 我觉得这时候 看上去白棋形势 略微主动一些 因为感觉上 我还简单判断一下 实控吧 我们现在 现在先判断黑棋吧 黑棋这里1234 这里提过 12345678 90 如果说先把黑棋都算成空 1012 13 14 24 25 25 27 28 大概50木齐 大概50木齐 差不多感觉上 但是黑棋全盘好像只有这一块 对只有这一房地 而且白棋右上的 12345678 10木肯定是不止一点 就算12木都差不多 加上左上角 大概两个角就30木了 而且刚才我们判断 全局黑棋只有50木 看下半白黑 1234 在中间这一条 但白棋的 如果说正常的这样下下去 应该是白棋明显的优势吧 但是现在陀佬 他把白棋中间 追究白棋中间的 对这个时候 黑棋也算是一种胜负手 我觉得 如果说正常的 把白棋再这样的后臂 再加上这三个字 这四个字吧 这下面远远 肯定不止20木 是 因为正常来说 一个手脚 可能就有十几木 如果在 外边还有这么多 加上黑棋 左上角 还没有完全活干净 这个时候 不管怎么样 应该也是白棋好的局面 这时候 白棋奔 当然只有活 这个时候 好像白棋看上去 下了一步好手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步棋 对 因为这个时候 当然点 你可能不能老老实实沾上 沾上 黑棋就算退一个 这个有点重 这是黑棋的目的 如果说你从这边飞呢 可能又感觉到 不是那么紧凑 对 而且这里还有弱点 实战中白棋 点这个 这也是一个形状的感觉 嗯 就跟那个点方 有点的类似 就是一个点方的情况 别人点到你方上 这时候你走在这 也是一个好手 嗯 从视觉效果上看 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棋 对 就是像是一部好棋 对 黑棋现在很简单 你如果敢贴这个 它肯定就要贴回来 嗯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或者说它搬 可能也可以 搬一下吧 嗯 搬一下可能更好一些 黑棋现在管也没意义 嗯 如果你再搬的话 它肯定就要贴回来 嗯 这个棋是黑棋不行 嗯 不能够这样 但是如果你往这头贴 它可能这时候再飞 贴下便宜的就非常大 嗯 白棋这样下吧 看起来很灵活 对 这部棋值得学习 嗯 当然可能也许是 它之前就想到了 嗯 因为黑棋没有好棋下 这时候 这里直接走 显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嗯 这时候拖牢就 走在这 这部棋 其实就让人有点 犯晕了 对 有点晕 不知道这部棋 不知道它的意图是什么 对 你作为它的那个 从小一起学习 你能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部棋的意思吗 嗯 反正我是 这是没太太明白 嗯 从后来的进程上看呢 它是比较 嗯 就是 嗯 嗯 这里给白棋 这一代留下了一些 鱼味吧 然后白棋实际上是 跟着硬的 嗯 然后拖牢再从这边挂 我觉得这两部棋 确实也是挺体现 它棋风的 就是比较 呃 灵活 然后比较飘逸 嗯 就是有时候也 让人看不太懂 它的具体的意图 对 你这样说 当然是那个 形容的比较美观一点 嗯 如果你如果 这个换一个词来说 可以说是那个 让人 比较能搅吧 哦 比较让人晕 对 大家你晕我也晕 嗯 但是它本身 并不一定能说好 嗯 它企图在你 犯晕的时候 出些错误吧 当然我 跟陀佬下过很多盘 这种招法 确实也非常难对付 嗯 因为你 他虽然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是什么意思 但是 你自 你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你也不知道 该下什么 嗯 有可能下一下子 就中计了 或者说你过于 那个 重视 他这个 你一直在想 他这个到底在干什么 但是发现你别的地方 已经亏出去了 对 这可以说是 陀佬比较高明的战略 对 但是 这个战略可以说是 有力有力吧 不管怎么样 有可能他自己 被他自己的这个下发 也会弄晕了 有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是一把双刃剑 对 总之是一个 很难缠的下法 这里 但是我从实战中 我并没有觉得 黑旗这地方有什么力 黑旗这个下法 可以说是很普通的 就在这打入 没有任何目数 嗯 而且 旗可以说是 就是单关逃命 而且白旗下边 加左下角 自然走好 不管怎么分析 我觉得 也是进入了白旗的布料吧 嗯 感觉上 白旗这里处理的 比较简明 然后 对 就快速定型了 白旗把这个尖到 这个尖非常大 以后还有脱退的棺子 嗯 刚才我们是判断 白旗这两块旗 大概为二十目 就白旗的形式就不错 现在这个肯定有十目 嗯 左下角虽然有点角 但是黑旗没活 应该也不太敢 嗯 而且这一脱退 黑旗还要 有一些 黑旗的木树 还会受一些损失吧 嗯 所以感觉上 黑旗这样的战斗 并不是非常成功 嗯 是让黑旗把这里拐下 这个拐非常大 如果被白旗再跳出来 可能左边全部连片 嗯 白旗 贴 这个很舒服 又厚又大 嗯 这个 这一下 顿时 黑旗这下点很没面子 嗯 被白旗一反击 下了一会儿被贴走 嗯 所以说可以看出来 白旗这部好戏 有可能 黑旗也没有意料到吧 嗯 如果正常的进行 现在我觉得 毫无疑问 是白旗优势 嗯 黑旗现在 黑旗实战跳了一个 对 跳了一个 这种下法 好像给人感觉是优势的下法 对对 要是 要是你 你会怎么下 这种时候 我就会比较着急 对 这块旗你绝不会补 对吧 嗯 对 我就会比较 嗯 着急 肯定想先把木树 先点脚 肯定想先把木树拿住 因为 死了就输了 对 也无所谓 跟男其手下 总是抱着一种拼搏的心态 你不能说是男其手下 如果说你跟女其手下呢 嗯 跟女其手下 可能 你还会这么选择吗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点脚 其实我觉得 可能跟女其手下 你觉得 你以你的力量 可能不会成为 这么被动的 但是 但是 点脚 当然现在白旗肯定会立下 嗯 这样你怎么办呢 这样就简单活一块 对 比如说让你活 我们就下个最简单的图吧 这个应该是定式的下方 嗯 这样活得很大 但是 这个上面 首先 比如说我从这边飞 你还硬不硬 嗯 这个靠下 从理论上来说 还是要硬吧 要不然好像 这个靠比点脚 可能价值还要大 嗯 如果说你这边 再怎么硬的话 那这块旗 我觉得 又有些危险 不是简单的危险 可能要死吧 我觉得 而且你现在再看看上面 嗯 这块旗 也没活 如果说白旗 把这个下得非常厚 这块旗也不活 嗯 而且可能 最后我觉得 一番辛苦之后 可能活了之后 发现空还是不够 白旗 这两 把这个搜刮 中间一搜刮 可能把右下角脱退 我觉得黑旗应该不会够 嗯 所以说 现在点脚 虽然说 觉得如果 觉得形势不利 想捞点木 应该是 比较着急 对 太着急了 有可能会加速失败吧 嗯 他实在 跳一个 虽然说 我并不是 能 很能 赞同这首戏 感觉上 还是比较 缓 因为白旗下的 实在太舒服 但是 也可以说 是冷静的一步 嗯 毕竟 不把这补好 这个脚永远都点不进来 嗯 当然 作为白旗来说 这部贴 下的这么大 黑旗又在中间 走一步 单关 感觉上 好像白旗胜利在望了 是吧 这个脱退 看上去也是这样 嗯 这时候黑旗不能再硬 虽然说 这个段非常大 嗯 但黑旗大概只能打了挡 嗯 这个 你还给大家判断一下 这个段有多少木 嗯 黑旗要走的话 大概是 对 虎一个 对 大概是虎在这里 嗯 如果被白旗断掉的话 白旗斑毡还是携手 这样的话 就有一二四六七八九十一 黑旗就差了 对黑旗差了十一木旗 白旗呢 差了一二三四五六七木 白旗差了七木 对 说的很对 一共差了十八木旗 对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关子 十八木 嗯 虽然说可能 还是点脚更大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 除了其他的 现在没有眼线的大长 说点脚 可能就是这个最大 嗯 黑旗如果现在再补的话 可能刚才我们点的五十木 实在是太给面子了 嗯 现在我们如果再点 就算黑旗补一个 黑旗五 十五 这里可能都点不 白旗可以点到这种地方 嗯 十五 二十一 这里白旗甚至都可以减重 就算白旗掉一下 嗯 二十六 三十四 四十多木 嗯 大概只有四十三四木 可能四十五木都不到 这块旗 嗯 那照我们刚才的判断 如果这两块仍然算三十木的话 这个好像就是大败的局面 对 黑旗这样 对 而且现在黑旗还欠一手旗 太滑了 这个显然是再补的话 肯定是就不太行了 嗯 黑旗上面先吃了一些 嗯 白旗粘 嗯 实战 黑旗点脚 这个显然是伸出手 嗯 对 拖了 其实这个步跳 我觉得就是在做这个的准备吧 嗯 因为他觉得这边下后了 点脚有可能会产生打结啊 比如说 嗯 他这个先补一手 就体现出他的价值了 嗯 所以说白旗这一步 其实虽然大 但是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 如果说白旗觉得非常好 也许说不定 这上面补一个更简明 也说不清 嗯 但是其实点脚 可能白旗也并不是很怕 我觉得 嗯 因为黑旗自身毕竟还薄 嗯 白旗如果挡住黑旗 怎么想 黑旗大概是斑 会斑这个是吧 嗯 斑这个那我可能就算了吧 嗯 我是觉得黑旗有可能会 更加 或者斑 我先斑这个 你如果挡住 我再斑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这样更狠一点 对 这样如果你不走 我立下来 当然白旗应该不太能接受 嗯 如果说你挡 我这一虎 我要跟你打结 这样打输了 白旗脚上好像 有生命危险 嗯 那这个斑 我如果加 是会想生什么样 加一个 也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 比方这里 我们可以摆一下 长 你如果拐的话 我这个斑过 你敢杀我吗 嗯 斑过只有冲了打了 长 这样我再跳过来 稍微摆一下 是不是 可能你要硬杀 我觉得 对 你应该紧我一气 对 你刚才不紧我一气 我笑了 嗯 那这样 看上去 你应该还是能把我杀掉 嗯 那这样会不会 黑旗要这样通过气子 在外面有一些先手之后 再想想办法 这就不得而知 嗯 他也有可能现在 再从这里点一下 会 也有可能 会有这种味道 对 咱好像党 照刚才这样看来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暂时黑旗还是不太行 这样 嗯 但是可能白旗觉得味道不好 或者说觉得被掰一下 已经很不舒服了 嗯 白旗是这样也要杀脚 建议 这地方 当然我相信 陈尧夜肯定是有自己的计算 嗯 这个地方不会轻易的 就下这么冒险的状态 嗯 因为第一杆总是挡住 我觉得挡住其实挺好的 嗯 特别是在 就是优势的时候 也许 要是我下 也可能会稳健一点挡住 嗯 你想掏脚 我让你便宜一点 我觉得大局上 可能还是白旗比较好 嗯 这个肩 我觉得这个旗就很难看得清了 这个 毕竟爬呀 飞呀 这个味道实在是 嗯 太怪了 嗯 实在黑旗是飞 飞 嗯 黑旗级 局部当然好像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但是白旗的下口也十分狠 嗯 白旗吃 这里感觉上要出打结 这里的变化 嗯 对 白旗 这里基本上是一个必然的下方 嗯 当然这地方双方应该都早已想到了吧 我感觉上 嗯 黑旗这时候扑了打是好奇 这时候白旗这个先冲也是肯定是 我相信有可能在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个变化了 嗯 因为这个其实白旗在优势的情况下 如果说没有充分的计算是不敢这么下的 嗯 黑旗长 打结 对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黑旗既然没有提结 对 是 没有想到的一手 对 因为正常的感觉总是 一节先提 对 一节先提 我肯定一秒钟就提 对 你提的话白旗近代会冲 嗯 这个节要不要硬 这个感觉 看上去得硬吧 对 看上去是只有硬 这是我提过了 嗯 你可以 看一下黑旗的节彩 对 很盘 好像 能让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现在我再下一步让你随便下凉了 嗯 你在任何地方给你一把飞刀 现在 现在也已经找不到可以很好的两步棋 因为这个现在最大的眼看着可能就是把左下脚穿掉吧 嗯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时候这个冲 黑旗的里边怎么办 里边当然可能可以活 但是这个不会坚守再冲回来 嗯 等于整个点角 从点角开始 黑旗这里亏损是有点大 对 如果只有提活 如果这样提活 而且白旗这个应该还可以挡回来 嗯 其实的收获并不是想象中这么大 嗯 再 再不论白旗还有硬结的可能 嗯 毕竟白旗如果说打成这样的话 白旗还有回旋的余地 嗯 而黑旗如果说 这下被白旗冲交换到这里已经亏了半手期了 嗯 这个冲太严厉了 嗯 是这样 这样 这首黑旗选择了打一个很有意思 嗯 对这部旗 你有什么看法 嗯 打一个我觉得比较 嗯 比较狠吧 也可以说 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 是造劫吧 对 只能说是造劫吧 嗯 因为现在确实可能没有很好的办法 嗯 但是找白旗如果摘上的话 黑旗就会开结了 对 这样黑旗可能会生出 这个冲应该是一个结 嗯 因为这个摘上白旗受不了 可能中间都不对了 嗯 这个打也是一个结 嗯 有可能黑旗造出了两个结 就是就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刚才虽然说黑旗没有结 但是好像白旗也没有结 对白旗 全盘也只能找到冲的这一枚结才 对所以说白旗现在当然会冲一个 这个结应该在白旗手上 对 黑旗把这个提掉 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第一杆好像是要冲回来 但是冲回来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这样黑旗打 白旗只有沾 再打 嗯 这样可能会形成一个大杀气 但是好像白旗中间的气有点紧 嗯 另外黑旗这个拉过来有可能是新手 嗯 这样好像是白旗更凶险一些 对 看上去白旗 对 其实变化也很复杂 不一定白旗肯定不行 但是白旗我觉得优势显然不会这么选择 嗯 白旗实战是虎 虎黑旗表战 嗯 白旗跳 对 这就是刚才说的 黑旗的左边到上面一块整体不活 嗯 黑旗虽然这里收获很大 大概收获十几目吧 嗯 收获也不能说非常大 但是可能也是吧 也是很无奈 嗯 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提了白旗就不会虎这个 嗯 那黑旗拼的也很猛 是 正常来说就把这个提活应该是正常的 可能他觉得不太够吧 嗯 黑旗提 对 提一下倒不亏 嗯 现在黑旗提活其实是本手 嗯 他可能觉得这个左上角被白旗吃掉 应该是 不太够 嗯 其实这样分析 总体的 从黑旗点脚以后好像并没有获得什么便宜 嗯 白旗 左上角损失的也很惨重 对 白旗也都会儿减 只会儿都要把这个吃掉 嗯 这个品味非常 实际上把这个打住 对 当然这个旗在我相信如果说不是黑旗觉得形势不利 绝对不会这么下 嗯 因为这首白旗挤又是好旗 这首是黑旗应手 这个时候当然只有这 嗯 白旗等于把这个就切手提了 黑旗现在已经看不见眼味了 嗯 白旗再把这个打住 白旗局部已经活干净了 嗯 黑旗现在暂时看不见一只眼 嗯 黑旗刺 黑旗刺 感觉上有点苦 嗯 只有在这个地方公演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仍然是白旗非常好的局面吧 白旗就非常稳健的站 这个时候 你觉得白旗吃一个怎么样 你吃一个 黑旗就有提吧 对 白旗吃一个 因为如果像我很有可能就会吃一下 把这下饮过 你这样以后可以吃 我如果外边反打的话 这下就便宜了 嗯 但是他也可以担心撞气吧 嗯 吃吃可能关系不是特别大 但是 实际上白旗当然是选择最稳健的下方 就靠补一个 嗯 同时也是逼黑旗做活 而黑旗其实局部并没有活 可以看到黑旗搬一个 嗯 不走这个就死了 嗯 这里其实局部还是一个打结 打结 嗯 不过这个结白旗 也很重 不敢轻易打 嗯 因为打完结 白旗也有生命的危险 嗯 现在 白旗是让白旗 白旗我觉得显然是判断 这样局势还是不错 嗯 黑旗加 这个加也是做活的无奈招法吧 嗯 这种白旗虎我觉得这部旗的意图很明显就是逼迫你再补一个你这个打结活补不补 对 那你要补我显然是不太够 嗯 黑旗把这个冲过来 竟然是这样下 确实很有冲击力 嗯 所以白旗的虎是否刚才有本考虑这时候 先走这个 先搜刮一下 也有很 也有可能 我觉得 这部旗断打黑旗是不是很难受 嗯 局部的形状有点 不知道 肯定不能粘 对吧 不知道 只有拐 不管你走哪 我就体调 你觉得你这部旗放在哪好 拐吃差不多 嗯 但是这里首先还有问题 嗯 如果你再补的话 好像白旗应该比实战要好 嗯 不知道白旗为什么不先走这边 白旗可能也许是觉得无所谓了 他把左边收拾他觉得赢了 而且他觉得那边还有打击 但是黑旗的拼搏肯定是非常的 猛烈 黑旗这两步感觉还是很有收获 嗯 黑旗 对因为吃一个下一步就要冲断 这右边就全没了 嗯 白旗现在顾不上打击 也许是觉得已经优势了 嗯 但是这里我觉得黑旗先手冲回来还是 对还是有收获的下后了 嗯 但其实可能 并不影响大局我个人认为 黑旗点 嗯 白旗团 黑旗现在就是死也不补那个 嗯 他走 走在这里 嗯 现在白旗选择了跳这个吧 嗯 跳这个你觉得会比我们刚才说的十八目大吗 嗯 感觉上应该是十八目大 而且十八目好像还对这里的厚薄稍微有一点关系 我的第一感觉肯定是准备下十八目 他应该是担心黑旗飞一个吧 嗯 飞如果你看上我几些时候你好像不好进来 嗯 确实他也有他的道理 嗯 不过从木树上是不是这个木树要多一些 这个可能厚薄 对好像看上去这个也很大 嗯 但这个会这个骑靠段的话防得住吗 黑旗如果现在跟你拼了你怎么办 嗯 厉害的同学 看不清了 还是稍微有点晕吧 嗯 如果你虎我还可以紧在这儿 我不是顶 你不是顶你可以紧 我比顶一个好啊这样嗯 这怎么办呢 这会不会 这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 当然白旗可能说不定在这边靠下来 黑旗也不一定行 嗯 但暂时一下子还看不出来怎么就能把黑旗给拿下 嗯 黑旗你不知道 可能我估计也许黑旗也都秒了 嗯 也不敢在那个 不敢这么下 当然我感觉这个是成立的呀 嗯 并没有什么 我也没看到白旗有什么好的反击手段 如果说的是拼命的话 这部旗肯定是可以的 嗯 黑旗现在火了一个 黑旗难道是觉得通过这一串的交换之后 已经扳回了局面 啊 我们当时也没有点过木啊 但是这一下现在可以看出来白旗跳倒一下之后 黑旗这个就不再成立了 嗯 那要不要点一下木吧 嗯 如果说简单的 还是我们简单的点黑旗 黑旗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一 十八 十二十 三十 三十四 四十五 五十一 五十一 黑旗右边五十目肯定是不止的 五十一 五十三 四目 五十六 七六十目 对 六十目好像不吃很到 嗯 就算他六十目的话 把机会上了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十十一 十二 如果算白旗线手打拔应该是全力 十六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这里总有十一 大概有十目 三十 三十四 三十五 应该总是能点的 嗯 刚才黑旗多少目 黑旗六十目弱一点 对 三十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 嗯 四十二 嗯 也就是说现在还盖白旗下 嗯 白旗只要把左踏脚守住好像怎么着也是六十目比六十目多吧 对 这样可以看出来白旗仍然是有明显的有好像优势的越来越具体了 就已经马上就定型了 对 旗盘越来越小了 不知道了 白旗现在走 吃 吃一个 这又是一个定型的下法 对 而且黑旗现在不活 嗯 白旗下得很好 下得很好 乖 白旗好像就在一个子一个子的吃 嗯 这个吃子当然心情很舒畅 嗯 如果说这样吃子就能迎齐的话实在是太舒服 我每盘旗都愿意这样 边吃子边迎齐 呵呵 但正常来说 如果说对方给你吃 他肯定是会在其他地方有一些便宜的 这盘旗是不是吗 黑旗搬 嗯 黑旗跟白旗做这个旗 嗯 你先摆 我这边的旗谱好像看不太见 嗯 黑旗的结材在哪 黑旗搬 黑旗立了一个吗 对 黑旗立了一下 白旗 啊 立一个当然是结材 这个不能被虎过 嗯 白旗搬 白旗下得很简密 黑旗踢 这时候白旗结都没打 对吧 把这个跳走 嗯 白旗先是 就是现在跳死的吧 嗯 对 白旗跳死 白旗 白旗右边 嗯 没有 就是现在跳死 点过一下 点过跟哪个交换过一个结材吗 嗯 黑旗靠过一下 嗯 原来是这样 懂吗 这个是两个人各找我一个结材 这个也没什么说的 嗯 现在白旗觉得你立一下损了 我就把这个补住 嗯 嗯 黑旗还没有提结是吧 对 哦 黑旗 我知道 头老还想直接点进去杀你 哈哈 你看 看明白了 他想点完长进去 觉得你这里边 他如果结材很有力的话 你还没活 嗯 确实真是没活 但是 黑旗自己还没好 嗯 黑旗这里也欠一个冲 对 他 当然这个也是黑旗的先手权利 他先冲了两下 然后还是没有点进去 还是提 当然不能点进去 点进去自己要死 嗯 还是只有提 对 这个好像白旗已经进入了一个 看上去是进入了一个解明定型就赢的局面 嗯 不知道事实上是怎么样 常常先手 我这上面 你最欺负就到这 黑旗冲 黑旗跳过 昨天 冲一个打僵 看来是一个失误 当然也许它不影响大局 嗯 所以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点幕 应该现在还是白旗好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虽然说白旗下面大概少了五目旗 但是这里增长一些 这里增长一些 应该刚才好像白旗优势比较大 嗯 应该不影响胜负对吧 嗯 然后冲的时候白旗把左边跳过 对 这跳过非常大 因为跳过如果说是全部兜住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 粗粗的 一点应该也不小 嗯 我觉得甚至于能跟黑旗这边抗衡了 这边已经有四十多 有五 快五十么起了 如果算上左上角 你觉得才五十么吗 嗯 六十么吧 六十了 那刚才这块还五十多 当然黑旗这个 搬了 连搬是非常大的关子 嗯 大概也有 十五摩七 十五摩 对 是有十五摩 大概十次有三分之一摩 当然我们算了细的 你就可以大约看着十五摩 黑旗冲了几下吧 嗯 黑旗冲了 诶 李鹤你要不要看看有什么网友说过什么 好的 我们先暂停一下 嗯 现在看了上来应该是白旗的局面比较好 嗯 现在旗的进程结果已经出来了 是吗 是白旗赢了吗 对 白旗赢了三目半 才赢了三目半 嗯 等于黑旗最后有盘面三 有盘面三目 嗯 对你有什么 网友 有什么问题之类的吗 你可以给大家说念一下吧 嗯 因为这盘旗感觉上也差不多 嗯 我这边得刷新一下 嗯 没事 你就把你觉得比较有意思的说一下就可以 或者说 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也可以 跟其有交流 因为我觉得大家 比较关 也很关注你 嗯 嗯 我看这里好像没有 好吧 看来 嗯 好像也没有什么 行 我觉得可能 真正可能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可能李赫也不太好意思说 嗯 当然这个旗可能应该现在应该是白旗赢了吧 嗯 大概跳过应该奠定了盛世 嗯 就一时黑旗不冲着下 我相信也是白旗好 嗯 这盘旗其实已经基本上可以总结了 因为后来关子 我觉得 像这种水平的旗手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嗯 白旗应该是胜定了 嗯 你觉得这盘旗黑旗总体来说输在哪呢 嗯 其实啊 嗯 我感觉黑旗在上面这个战斗 我觉得这里有点太委屈 有点被打回去 有点不太 对 这当然是一个方面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黑旗失败的最开始就是这个应该沾上 嗯 这个旗不沾上到后来我觉得实在是有点问题 另外这个当然这个不尝不出来 我觉得这黑旗黑旗输旗的两个重要原因吧 嗯 我不明白 第一个不沾上可能还有一些道理可以讲 但是第二个我觉得以驼佬的风格好像不应该这个补偿出来 嗯 因为我上次就说过驼佬是一般可以反击的地方总会去反击的 哦 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吗 反正在我看他的旗跟他下的时候很多时候 只要有一线机会反击他就不会放过 哦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黑旗回来是一个很很让人意外吧 嗯 我觉得从这个打回去以后白旗就确立了优势 嗯 后边虽然说好像黑旗这个 这种下法一直是想去拼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效果 嗯 感觉白旗好像反而便宜 我通过这一代黑旗输旗 把白旗把全部都下好 对 我觉得白旗后面定型下的很简明 然后 对白旗下的很简单 嗯 好像黑旗就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了 嗯 所以说 可以说 看 从现在看来 到白旗的靠 就是我刚才第一次判断形势的时候 应该那时候白旗的优势就很明显了 嗯 后面白旗虽然说下的非常稳健 但是好像还是牢牢控制住这个局势嘛 嗯 可能我感觉 可能我感觉拖老今天这盘棋不是特别发挥 对 可能今天上还是没有发挥出他真实的最好的水平吧 嗯 因为 对 这个 从这步被打进去我觉得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 嗯 是很明显的一个失误吧 嗯 开始的沾上并 虽然说我这么认为 但是有可能很多人有别的看法也说不清 对 有一些判断的 对 另外可以说陈妖夜这盘棋从头到尾感觉都发挥的非常好 嗯 基本上发挥了自己的 怎么说呢 就是他的风格基本上都展现出来了 这盘棋 可以说是一盘完胜的好局 嗯 不过这个名人战挑战者决定战是三番棋 就是第一盘 对对对 除了的话 即使第一盘除了后面也还有 当然你还是会支持你的 怎么说 可以说是 师兄 对他是你师兄 当然你会支持你师兄 虽然我对这个比赛没有任何倾向性 嗯 但今天我确实是有一些欺骗 今天我是希望陈妖夜可以赢 好像听你说刚才比赛结束 我很着急的就问你是不是白棋 对 你有感觉到吗 当然我希望下一盘 驼老可以发挥出他的更好的水平吧 当然希望 肯定是希望能有更精彩的发挥 让我们大家能看到决胜局的比赛 嗯 对 好的 这盘棋我们是不是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嗯 好 就介绍到这里 好 那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 嗯 谢谢 好 可以喝同学 这是 厉害